各位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最近呢,就是 天氣都沒有很好,就是零時都會下很大的雨 那其實在看我的頻道的人都知道應該 我就會常常介紹ACC 那下雨的情境下 用ACC其實也有介紹個幾步 但如果正常來說 我們還是會介紹一些比較實際的應用 實際真的遇到了,然後我們再來去體驗,然後再去分享 怎麼去用它 那大家可以看得到,我現在把ACC的畫面先把它 遇到的大畫面 遇到的大畫面 那可以看到呢,我現在設定是95 最高速95,但是現在 因為大家 高速公路嘛,車子也多 那有一個閃電 那車子也多嘛 所以大家也開不快 那其實開ACC 下雨天開ACC到底好不好呢 其實我跟你講 其實你有開ACC 它 有一個好處是 它用那個雷達去幫你感應前面的車子 車距嘛 所以其實你還是可以 可以感應到前面的車距 它車距這個功能是沒有失效的 但是之前也是有車友分享說 下大雨的時候 好像螢幕就出現了一些 它的那個跟車系統失效 那至於我是還沒有遇過啦 所以 當然就是實測一下嘛 讓大家體驗一下說 假設 像這種大雨 到底會不會發生那種狀況 有的車友有遇到 但是我目前 像用了三年多下來 然後有遇到下雨 我也開 也還沒有見到 說真的就 出現失效的訊息 還沒有遇過啦 那如果真的遇過 剛好我錄下來 也可以去舉證 那目前是不是沒有遇到啦 那我認為呢 在高速公路現在這種狀況呢 開ACC的好處是 其實我現在有點塞車 反而ACC最好的 最好用 就是 它一直跟抱跟前車 但是呢 一個重點 那個 車道維持 基本上是失效 只有可能 可能有時候 稍微抓得到 因為 雨稍微小一點 可能它那個 鏡頭 抓到標線 像現在有抓到標線 所以它就有 旁邊兩條線 就有車道維持 所以它就會 維持 車道的方向盤的維持 在置中 可是基本上 你車速應該快上去以後 要車道維持就很困難 車道維持就很困難 然後當然前車有時候 抓不到 車道那可能就接 前車的軌跡 有時候啊 但大部分這種下大雨呢 很高的機率是標線抓不到的 它會出現 就是 但是你就要握方向盤 因為畢竟它沒有幫你 車道維持 方向盤你放開 就是很危險 因為 不小心像這種伸縮縫 跳一下 方向盤 跌一下 這很恐怖 可能隨時會 撞出去 都有可能 就是隨時打滑 對啊 然後 還有一點就是Rawful的原廠胎 真的就 我個人是覺得抓地力很差 所以下大雨天 你在這種伸縮縫 千萬不要 大力的踩煞車 或是怎樣 可能就會打滑 因為我是已經有換過輪胎 我換了 就是 4萬公里差不多也要換了 我就換了一個米其林 其實它 我換這個米其林的抓地力還不錯 我之前有幾片 幾個影片有分享到 換這個輪胎的部分 有興趣可以去看一下 就在這種伸縮縫 就沒有之前像 你可能在伸縮縫縫 踩煞車 沒有很明顯的感覺 感覺車子好像在撇 沒有這種狀況 就很少啦 幾乎很少 所以抓地力當然有差 但油耗也會有差 因為相對的 你抓地力越好 油耗相對就會比較高一點 這個是必然的 當然抓力差一點的 你相對就很省油 這個是有一些相輔相成的 然後 你看 我現在大家開不快 我定速雖然定95 但其實又開到大概六七十 好你看現在這個狀況呢 我的標線都是抓不到了 標線 標線已經是虛線了 它現在是抓前車軌跡 但前車軌跡一般是要車速慢 它才可以抓前車 一下有一下沒有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方向盤就自己握著 但是呢 ACC幫你跟好車 就是它幫你跟 你也不用說 前車突然即時 煞車 我如果真的有反應過來 那沒關係 那如果沒反應過來 ACC多了一道眼睛幫你 注意車距 它會幫你煞車 像剛剛 剛剛我在 就是影片開始的時候 我ACC就開著了嘛 其實那時候我到現在都還沒有踩過油門跟煞車 我的腳基本上就是 都是交給系統去操作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的ACC都沒有解除 也沒有踩煞車 所以下雨天 能不能用 我覺得 可以用 它就是多一雙眼睛給你 好現在這台車插進來了 我知道覺得它硬插 我就要踩了 因為我覺得ACC如果 判到它進來 要時間 所以你自己人工就要去判定說 這個 這個 要不要踩煞車 因為它要切進來 它感覺就是要硬切的嘛 所以 就讓它 我就趕快踩煞車 好現在再重新再定速 我一樣按上 一樣按鍵盤的那個 加號 讓它用原本的945公里繼續定速 那對這個功能不太清楚的 可以去看我之前幾個影片 我去介紹那些怎麼 AC怎麼操作 怎麼追 怎麼再重新跟車啊 等等之類的細節 也都有在之前的影片講的還蠻清楚的 可以去參考一下 好 那現在這個天氣真的就是 現在都是 早上的 已經是7點半了 那現在 現在的天氣還是非常的硬 就是下大雨嘛 像剛剛 大家還看到一個打雷 一個雷 那麼大 一個雷 然後現在就是 一下ACC這樣跟車 很 沒有問題嘛 就是我這樣跟車 自己就要特別注意 不管你自己開車 或是 或是 AC棒一用 你有車子插進來 其實你就要去決定要不要讓 這種情況下 我之前影片有講過 就是要 要自己去判定 你覺得 要讓 我建議你自己介入 因為有時候它切進來 其實ACC應該也可以判斷 但是我不敢去冒那個風險 它如果 假設性的 沒有偵測到它 然後就撞上去了 那自己要狗鼓賽 所以 在危機的地方 就是自己去判斷 要不要去刷車 現在大家都開很慢 我現在這個ACC就很好用 因為 大家開很慢的前提就是 我可以 我可以 自動跟車 現在現在進來 我有沒有踩刷車 我現在都沒踩 我都沒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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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臟很大顆 都沒踩 呵呵呵 就是先實驗一下 其實你自己也可以踩 因為它沒有插得很急 它沒有離我車都很近 基本上ACC 等它進來應該再感應到 還是來得及的 因為剛才車速也沒有很快 所以這個就是 你可以自己去判定一下 反正ACC 它就是有些 它不是像特斯拉的 有些車種 它是只有用 鏡頭 基本上這種雨呢 特斯拉的ACC 應該都是失效了 大部分都失效了 因為 它的鏡頭都是水 它根本沒辦法判定 那像我們這個 這種 一般其他車型 大部分都是用雷達 用雷達去偵測 微波感應 那種 電波感應 這種車去的 那這種東西呢 不太會受天氣影響 就是有可能 有人是說 假設下大雨 前面的那個車標的感應器 可能 進了水或是怎麼樣 差了 可能有出現故障 或異常 水乾的就正常了 但是這個 我自己是沒遇過異常過 所以現在也是實驗給大家看 其實在 下雨天呢 我是還蠻常常用這個ACC 因為 我就是讓它跟車 我也是輕輕鬆鬆的開 所以這塊呢 我覺得大家可以 可以多 多了解一下 這個我的一個使用情境 你看現在 我從頭到尾都這樣使用 我也只有剛剛踩過一次煞車 就是有車要插進來 那自己判斷 要不要去踩煞車 因為我 我講 ACC就多一雙眼睛 並不是讓你完全不用 我現在L2的車 車道維持 車道維持 或跟車這種系統 L2的 那你還是得自己要 注意車子的狀況 ACC就多了 一雙眼睛 幫你了解車子的現狀 你看現在雨又大了 他就會嗶嗶跟你講說 我現在沒有車道維持 你要自己接受 那個方向盤的車道維持 所以這個以上 大家可以看一下 像這種 雨這麼大 這個雨已經 可以像 颱風等級的雨了 就是好大雨 這幾天都是這樣的雨 就是超級大的 一下就下這樣 可是這種雨都不會太久 大概一小 可能不會下超過一小時 這種雨呢 如果在高雄下個 大概兩三個小時應該 三個小時以上 可能很多地方都淹起來了 因為這個根本排不了 這個水量根本排不了 就太大了 可是現在還好 我的預算沒有刷到最快 代表這個 這個現象還可以 還可以 好你看現在前車沒有車了 他就會加速了 他就會加到我95公里 但是 下雨天呢 我會建議大家 車速不要定的太快 因為像這個 他車要吹出來 我已經介入了 因為我覺得 像這個大家後面 已經是我一段了 都要降速了 像上面 上去線速都60 所以 自己就去判斷說 什麼時候要介入 像這個車道 我都會知道說 之後車速會見慢 然後哪裡會有車插進來 那我就勢必的去 唉唷 這個水好大喔 淹了很大喔 整個水 往下灌 在下面的車 在下面的車應該很精彩 就會說 哇靠 這個水是怎麼灌進來的 喔沒有啦 就是上面的車漸下去的 就這樣子 所以這邊車到已經變 車速就變慢 那當然我可以繼續再開維持 因為 車速也要降 就是我定速也要降 因為我等一下要下高速公路 所以 這個地方 我開跟車也沒有影響 因為 他就跟到停 因為 那個 2020年後的 就是全速域的 跟車跟到停 那以上就是我這次的 下雨天分享的一個ACC使用 謝謝大家 謝謝